第四百五十一章 看不见的 幽灵 去死吧 声浪斯亚咧嘴 举着棍子如同撒欢的野狗一般冲我扑了过来 我水费还没来得及取下 活动不变 只能被动躲避 和甲板就这么大 它的攻势和拼命没有区别 一时间我竟然被它压制住了 好几次木棍擦着我身体过去 更有一次 差点直接砸在我脑袋上 它再一次扑了过来 木棍照着我腰眼砸去 我眼神一闪 突然站在原地没动 正浪愣了一下 我抓住这不到一秒的时间 整个人往后一倒 像条泥球一般滑向它 双脚踹它腿上 引着它往前一扑 然后迅速搓它身上 一脚将它木棍给踢圆了 趁它还没反应过来的空隙 我将水费头套一把扯下 再将手空了出来 一掌劈在它后脑手上 它额头撞在甲板上 整个人顿时就没了声息了 我松了口气 将水费整个卸下 这才轻松了一些 我将正浪翻过来 可能是这一下砸得太狠了 它直接晕了过去 看它瘦得都脱了像的样子 我只感觉很悲哀 它没什么大错 只是被财迷住了眼睛 你得连亲人都要杀害 连自己的命都不哭了 我怕它一会儿醒来 又出什么妖蛾子 用绳索将它直接捆在传弦之处 然后爬起来 环顾一下甲板 除了老烟他们不见了之外 甲板上没什么特殊状况 也就是说没有打动 凭空小时 我喃喃说着 我转身就往船长室跑去 我焦急地推开船长室的门 里面同样空荡荡的 没人 我疯狂地跑着 直接钻进船舱里面 打开一个又一个的门 没人 还是没人 难道他们都凭空消失了不成吗 我烦躁地抓着头发 明明船上才是最安全的材势 可怎么一个两个的东部欠了呀 想起他们消失前发的信号 我只感觉头皮发麻 起到信号的我回应他们 中间绝对不超过半分钟 什么东西能在那么短时间内 将他们所有人都炉凑啊 别说老烟他们一个两个都身怀绝技 就是想要一次性炉走八九个普通人 都是难与登天的 我一手扶着老烟房间的门 逼迫自己冷静下来 不会有什么东西如此厉害的 所以他们肯定还在船上 我传了几口粗气 脑中慢慢勾勒着 这艘船的结构 这艘船并不算复杂 甲板上只有船长室和储藏舱 中间很大的部分都是围杆 和一些放补鱼器械的地方 下方就是船舱了 大概有五六个房间 另外隔出大约十平方米的地方 作为鱼藏 再下面一层就是洞里室 据老郑叔说那船以前是烧煤的 也就这几年改来烧油 洞里室才不需要那么多人 只挣签和水手几个轮换来盯一下就行了 对 洞里室 我提步往更下面一层冲去 在我们上船的时候 老郑叔曾叮嘱过我们 洞里室是他们的禁地 让我们不要进去 站在通向洞里室的楼梯口 我突然扶植心灵 当初四姑娘 应该也是猫在这里面的吧 整只船也就这里 就有一个水手看着 四姑娘想要避开它 实在是太容易了 我犹豫了大约一秒钟 就直接冲了下去 洞里室不小 整个一层都是 一部分是以前锅炉的旧址 另外一部分 是现在新用的烧油的地方 我站在入口试探地喊了一句 老燕 心却提了起来 一道开门声从中间位置出来 看样子是供锅炉工人休息的地方 老燕从里面弹出脑袋来 不可思议地盯着我 但是也充满了防备 幸好啊 我叹了口气 一屁股坐在阶梯上 心彻底踹回肚子里 从海里上来 如此一番折腾 实在是耗费精力 现在安了心 只感觉浑身乏力 老燕丑了我半天 好像才反应过来 轻动地冲上来 其他人也一个接着一个 从门里钻了出来 一个都没上 老燕上上下下 打量我好久才说 他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奇怪地问他 怎么会这么吓 虽然海底出了岔子 可实际上 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 怎么他就会有 这样的奇怪想法呀 老燕问了一句 我传的消息 你收到了吗 我点了点头 将情况说了一遍 老燕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说不可能 他传出消息之后 明明还等了一会儿 我迟迟没有回应 他才觉得我出事了 加上当时情况紧急 他才跟着老郑叔 来着动力室里面 否则他肯定会在上面等我的 我皱着眉头 也想不通这个关键 绳子是老燕握着的 我爬上来之后 也没发现绳子出什么问题 老燕一摆手 说这一点先记着 一会儿再想 现在的重点是 这船上有一样非常危险的东西 即使全船人联手 也不敢有十足把握能对付 没有啊 我更加奇怪了 我一路跑来 除了遇到正浪那个疯子之外 没有其他不对劲的地方了 老燕将我拉到动力室的中间 只能指上方 一脸警惕地说 就在我下去之后不久 船上的雾更浓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东西窜了上来 他们谁也没看到 这东西的样子 但接二连三的 却有人被推着往海里跳 幸亏他们反应快 才拉住这几个人 而他们这边正自顾不暇 郑老二也拉了老郑叔 跑到甲板上 说是有脏东西 在瞧船长室的门 一开始他以为 是老燕他们其中一个 但是一开门 又没见人 顿时起了警惕心 等敲门声缓了一些的时候 他迅速跑了出来 老郑叔还说 郑老二拉着他跑的时候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拽住他 他回头看的时候 那东西就放开了 像是藏进屋里面去了 我听得是毛骨悚然 这听起来好像是 像是有鬼啊 老燕这一次 没有明确地反驳我 眼里也是深深的疑虑 不是 铿锵有力的声音 反驳出来 我惊愕地看去 只见老郑叔正靠在那里 脸色已经恢复如常 按这些年 神神鬼鬼的东西 听多了 也见多了 没有那个是真的 你们呢 都是敢发死人才的 还信这个呀 可是他的话 也没让我们忧虑减少 农牧出现之后 很多事情 已经超出了 认知了 第452章 生死为奇 老燕一屁股坐在地上 少见地抓了抓头发 烟一根接着一根 每根抽不到一半 又被他烦躁地掐灭了 我想说什么 却被昆布拦住了 他做了几个手势 顿时和我一样 想去劝慰的牙仔 也没了动静 二十分钟之后 一包烟见了地 老燕也恢复了平静 他用烟屁股在地上戳着 一字一句地说 老正头说的没错 不会是鬼 居然不是鬼 那么就是人了 人 我敬意不定 什么人能够打得大家 措手不及呀 老燕神色有些奇异 扮上之后 才说抛去所有不可能 留下的那个 就是最可能的答案 什么 我隐隐猜到什么 却不敢相信 那边老燕已经开口了 语气中藏着说不出的怪 死姑娘 果然 抛开所有不切实际 也只有这个最为合理 只有他有这个本事 可是动漆呢 总之 他没有必要害我们吧 错了 他是在保护我们 但他却又不方便露面 所以才故意 让我们察觉到危险 我甚至怀疑 我们俩之间 断开的消息传递 也是他做的 老燕理清了思绪 快速推理说着 我突然想起 离开船底前 遭受大眼睛的攻击 在一阵落水声之后 突然消失不见 如果老燕的推断是正确的 那个时候下海的 就只有可能是死姑娘了 老燕语气有些奇怪 不解死姑娘 为何不能让我们看见 我悠悠地说 或许不是不让我们看见 他在避开其他的东西 老燕猛然抬头 盯着我半晌却一动不动 我以为说错了什么 没想到 却一拍手说 没错 这样解释就解释得通了 但是我们这些人中 对那些个痴迷亡凉 威胁最大的人 所以他避开 这些鬼东西的视线 为了就是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我听了 却没有感觉轻松 因为逼得四姑娘 这么做的东西 已经不仅仅是怪物 那么简单了 他已经有了灵智 否则四姑娘 何苦要避开呢 我这想法 让刚刚活泛一切的氛围 又凝固起来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的表情 都是凝重得很 看着沉默的众人 我开口说 我想再吓一次海 牙仔张嘴叫道 牙仔你喂了 闭嘴 我横了他一眼 眼下已经够烦的了 他能不能别捣乱 牙仔自知诗言 忙将手横在嘴前 做了一个闭嘴动作 我这才将水底的剑文 说了一遍 一来船身上那些血字 让我很是在意 二来四姑娘的性命堪忧 我实在是不放心 老烟这次没有拦我 说是既然说要再次下海 底下的情况 我也摸得差不多了 那索性 他和我一起下去 我立刻就拒绝了 让他留在上面 稳住大局 老烟还没说啥 牙仔已经推了推墨镜 轻快地说 老烟你就别下担心了 这次我陪他下去 总行了吧 也只能这样了 昆布的蛊虫在陆地上 才能发挥更大效用 老烟要顾全大局 只能我和牙仔去 哥照着你啊 不怕 牙仔做了一个耍酷的动作 看起来傻呵呵的 跟耳鼻似的 一群人再次回到甲板上 看到被我绑在那里的正浪 一个两个的脸色都不好 已经是一团乱麻了 这孙子还跟着闹事 之前对他还有些同情的老郑叔 已经彻底放弃他了 说等回丰收村 就让他下半辈子守祠堂吧 我和牙仔麻利地套上水飞 又捡了几样 在海里也能自由使用的武器 背在身上 这才准备下海 为了避免出现我刚刚的情况 老烟特意改了一下 传递信号的方法 临时地改变四姑娘不知情 若是中途信号出了问题 我们也能快速地判断 到底是哪一方出了问题 我们刚要下去 巨大的浪花从海底出来 真的我们动作都慢了一拍 一道白色的身影 伴随浪花从海底浮了上来 胸口是一大片触目惊心的红色 这红色还在不断地蔓延 很快便染红了中围的海水 四姑娘 我脑袋一片空白 瞬间手脚冰凉 笔453张 拯救四姑娘 当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跳进海里 拼命地向四姑娘游去 血腥味即使被海水吸食 闻起来也是浓郁地让人心情 而他就这么毫无知觉地 躺在大海中央 整个人没有一丝地生气 我迅速地靠近他 一只手环过他的腰 抱着他就往回游 船上老烟等人 也已经反应过来 丢了绳子 准备热水地准备热水 但是没有人出声 牙仔和昆布费力地 将我们俩拉了回去 许教授立刻蹲在四姑娘身边 检查他的伤口 许教授喃喃地说 奇怪了 没有伤口啊 我怀着心急问他 是不是这血 根本就不是四姑娘的 许教授沉默了半上 手在甲板上抹了抹 脸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说 是他的 血还在流 但伤口却不明显 就像是 他想了好一会儿 连笔话带解释 说像是一只 被戳破无数小洞的气球 到处都在漏气 我焦急问他怎么办 许教授叹气说 他没有办法 因为伤得太重 而且我们队伍中并没有医术高手 这样的情况 怕也只有药罐子 死而复生才能救治 我当机立断 那我们返航 老燕立即反驳 说不行 我们已经在海上漂泊几天 怕是一两天就能到正义扫墓了 现在回去只能功亏一篑 而且四姑娘能不能撑到回去 还都不一定了 是啊 就算回去一路上都风平浪静 最起码要三四天的时间 四姑娘血堵不住 这么长时间血都流光了 就算回去又能有什么用呢 我怒吼道 难道严征征看着他死吗 老燕拍了拍我肩膀 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而许教授和牙仔还在努力着 而堵了这里 那里又开始被血冲开 堵来堵去的 没见一点用处 而甲板上已经全都是血了 我眼眶瞬间变红了 我吸了吸鼻子 忍着不让眼泪往下掉 可却忍不住 这可是四姑娘啊 我放在心尖上的四姑娘 怎么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出事了呢 他一向孤傲 与我们仿佛来自于不同的事情 看起来清冷 但实则每次我们有难 他都会尽力帮忙 多少次若不是他 我们早就葬身在 不知哪座墓里了 可是现在他出事 我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或许 我们从未想过 他会出事吧 长安 虚弱的声音传来 我只觉得像是缓听 直到这声音再次重复了一遍 我才相信 真的是四姑娘开口了 周围的人是一片震惊 谁也不敢相信 血都快流干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还能开口 并且看起来 仿佛没有大碍一般 若是忽略他那苍白如纸的脸色 我忙握住他的手 附身问他 有什么话要说 他轻声说 带我去东里市 我二话不说 将他抱了起来 以百米冲刺速度 冲向东里市 老烟他们在身后跟着 凌乱的脚步声 踩得我心里反乱 一路上四姑娘都没再说一句话 她的身体冷得像冰块 要不是我还能感受到 她微弱的心跳声 我真以为她已经走了 到了东里市 四姑娘虚弱的声音 再次响起 长安 叫我放下 然后你们都出去 我不敢置信地问 什么 他却没有力气再说话了 只是一双眼睛 依旧凌厉地盯着我 我心中有些慌 怕我一走 他就会出事情 所以迟迟 没有动作 长安 快走 别耽误时间 老烟突然上前 拽住我的胳膊 示意我将四姑娘放下 我呢呢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烟已经替我做了主 然后拉着我 迅速离开东里市 还将通往东里市的 唯一入口给关上了 我终于反应过来 转身就要回东里市 老烟的手 如同钳子一般 将我禁锅住 拉着我就回到家办 其他人 自然也跟着我们回来 谁也没有留在那里 我哽咽着说 怎么能留他一个人 在那儿呢 老烟白了我一眼 神色虽然不轻松 但是也透着些许的喜悦 放心 四姑娘不会有事的 我瞪大了眼睛 怎么会呢 那血 血都流完了 老烟一屁股坐在甲板上 指了指 依旧浓厚的雾就说 与其担心四姑娘 你还不如担心 我们怎么冲出 这团迷雾吧 我漠然不语 其他人也不知道 老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时间也没有人搭话 老烟笑了一声 解释说 你们还别不信 刚刚我也是吓糊涂了 现在算是明白了 四姑娘以前 也出过这种事情 不 比这次还要严重 可之后 她一个人待了两天 什么事都没了 看起来 倒像是睡了一觉似的 大约十年前 老烟和四姑娘 还不是很熟 但也知道 七零妖有这么一尊大佛 当时她年轻气盛 也没太将四姑娘 放在眼里 只觉得 不过手段高强一些的 圈内人罢了 但有一次 老烟带着七零妖 前往一座 主人不明的将军墓里 墓里机关 一环扣一环 而且不按常理出牌 老烟好不容易 带着人冲出地宫 却被毒药眯了眼 当时就是四姑娘 将它们都拉了出来 并且毒药全被四姑娘 转移到一个人身上去了 老烟叹了叹手 说 当时 我看着她浑身贩子 都觉得她肯定是活不长了 心中还有些愧疚 谁知道 她不过在七零妖 闷了两天 就和没事人一样 出来溜达 所以啊 我们还是别瞎走心了 我不大相信 那毒药 很可能是正好找到解药了 可血流光了 能回来吗 老烟一巴掌 拍在我脑门上 急切地说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我有说四姑娘是毒不死吗 我说的是 她身上有着我们窥探不破的秘密 她既然要去东黎市待着 肯定有她的道理 总之不会去默默地送死 明白了吗 我其实明白 可就是不放心 但四姑娘有话 我也不敢不从了 所以 只烦躁地在甲板上 走来 走去 第四百五十四章 北海龙王 老烟一番话 已经稳住了其他人的情绪 围坐在一起研究 如何从迷雾中出去 被困在这气中 有敌人过来 怕是都看不到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 听他们聊天 突然 我蹲住了 直愣愣地拽住鸭仔 问他刚刚说了什么 鸭仔说到一半 被我拽起来 也有些蒙圈 愣愣地回答 我说这迷雾会不会 会不会 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呀 说完 他也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说他是一想天开了 怎么可能是保护呢 这迷雾出来之后 我们禁二连三地遇险 明眼人都知道 是害我们的 不 不对 我豁然开朗 这迷雾 不说是保护我们 但是也绝对不是害我们的 因为 若不是这迷雾 逼得我们听船 底下那东西 很有可能会掀翻我们的船 我越想越兴奋 盲问老郑叔 掌舵出现问题 是在农雾出来之前 还是出来之后 老郑叔想了一想 一拍大腿 说在农雾出来之前 他就已经感觉吃力了 当时只觉得是因为逆风的关系 现在想来 或许已经有东西在阻挠了 我忙点点头 这就没错了 后来老郑叔想要停下来 那东西感觉到了 所以才露出行踪 否则我们就是翻了船 我们都不一定知道 还有东西在作怪呢 老烟皱着眉头 说 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用管这迷雾吗 我嗡了一声 淡淡地分析说 四姑娘身受重伤 肯定和那东西有关 能将她逼成这样 我相信那东西 不死肯定也残了 应该也搞不出什么大动静 这浓雾也快散了 我推测完了 心中其实也是没底 老烟他们也是将心将意 但因为没有新的情况出现 也只能暂时信我的推测 先按兵不动 听 有响声 老郑叔突然蹦了起来 冲船弦就过去了 老烟赶紧拉住他 让他待在原地 老郑叔也知道 曾经有几斤几两 后退几步换老烟去看 响声越来越大 我的心都叠了起来 直接从后腰 摸了一把匕首 缓缓地靠近船弦 老烟显然有所顾虑 一柄小巧的手墙 被他握在手中 直至船弦直下 清脆的声音响起 老郑叔突然动了 不过老烟祖劝 三步兵坐两步冲到船弦处 半弹出身子往下看去 吓得我冒出一身冷汗 刚想冲上去 将它拽回来 它已经直起了腰 转过身 一脸兴奋地说 是海豚 是海豚 海豚 我凑近一看 果然 船边好几只海豚正在细水 不时发出啾啾的声音 听得心情莫名的愉悦 倒是老烟觉得奇怪 问老郑叔说 不就是几只海豚吗 何至于激动成这样啊 老郑叔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AA半天之后 突然一转身 就往后跑去 没一会儿跑进船长室 门开合的声音都非常的大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这是怎么了 郑老二也激动地搓搓手 笑着说 这下我们有救了 这一说我就更加不明白 是为什么了 就在这时候 船突然晃荡一下 吓得我赶紧扶出船线 紧张地举着匕首 盯着四周 小哥 你不用怕 这是老郑叔开船了 郑谦不知道什么时候 猫了出来 自郑朗出尸之后 他的脸上 也难得地带出笑容 这么一说 我更加疑惑不起 一旁的郑老二 黑黑直笑 说这些小海豚呢 是在给俺们引路 跟着他们 就能离开这浓雾了 是咯 我好奇朝海里望去 几只海豚 发出啾啾的声音 跟着船开动之后 掀起了浪花 欣喜的样子 看起来很是可爱 我再朝船头看去 只见那里同样 翻起海豚花花 这海豚花花 却形成一条条弯弯的曲线 看样子 确实在隐落 郑老六已经站在船头上 一直看着 这海里海豚花花 方向 一直朝船长室的方向 打起雨 将海豚花花的信息 传递给老郑叔 老郑叔 甚至吹起了号角声 我们仿佛 即将出战的战士 在号角声中 热血沸腾 浓雾浓的画不开 我紧张地盯着 船行进的方向 哪怕船有一丝的波动 我都立刻进入 备战状态 可事实证明 我是夺虑了 跟随海豚花花 行驶不过半个小时之后 浓雾就逐渐散了 再行驶不到十分钟 眼前豁然开了 艳阳挂在头顶 阳光洒在海面上 不光林林的样子 特别的美 和我们刚刚待的地方 简直是两个世界 大约十几只海豚 从海面上跃起 又钻入海中 我从甲板上探过身子 他们竟然也不怕 蹭着我的手跃过 又钻入海中 掀起一片巨大的浪花来 如此心细 大概一分钟 他们集体跃起 朝我们叫了几声 最后钻入海面 像是向远处游去了 像是完成使命的士兵 一刻也没有多留的 像奔赴下一个战场一般 我不见赞叹真神奇 一旁的郑老二 也是一脸感慨 说海豚是渔民的朋友 很多渔民在海上迷了路 都是靠海豚 再次找到家的方向 因此在他们眼中 海豚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我听了不由感慨 大自然的神奇 随后想起什么的 回头看去 只见海面一片宽广 我压根看不到 我们刚刚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那一片浓雾 也悄悄的消失不见了 郑老二充满信心的说 遇到了海豚 那么接下来的路啊 肯定是很好走了 就在他说完 一片巨大浪声 从船底传来 引在船一阵波动 我赶忙握紧船弦 低头往下面看去 只见一片巨大的阴影 从船底划过 粗略看过去 最起码十多米长度 从我们船底游过去之后 迅速钻入海底 消失不见了 我惊害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郑老二已经跪下了 其他水手以及郑谦 也都跪下了 就连不得不掌舵的老郑叔 也从船长师跑了出来 朝阴影消失的方向跪拜下去 嘴里念念有词 我听了一耳朵 他们念到最多的词语 便是龙王 龙 我不敢相信 但是又不得不相信 因为刚刚那庞然大物 与龙的形态最为符合了 可是 这个世界上 真的会有龙吗 老郑叔带着郑老二他们 进行一次简短的祭祀 能看得出 和他们之前举行的祭祀有些像 随后 他们一脸虔诚 结束了这一次祭祀 老郑叔脸色凝重地 回到船长师 郑老二他们 却难掩内心的喜悦 我避开丰收村的人 将老烟干度叫到一旁 老烟 刚刚你也看到了吧 他没说话 先磨出烟递给我一个 我也没有拒绝 点燃猛吸了一口 才稍微镇定一些 问道 这个世界上 真有龙吗 老烟也吸了一口烟 不大确定地说 谁说得轻呢 我心里一惊 难道他真的认为 会有龙存在吗 第455章 孤岛 寻墓 虽然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 都和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是龙就和鬼一样 听过的人多了 见过的人却少 而且少数见过的 也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是也不能辨别真假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就是一种图腾 是华夏人民 自古以来的信仰罢了 老烟抽了几口烟 最后缓缓地说 中华上下五千年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那些没有记载的呢 那些更往上的朝代呢 所以说谁也说不清 龙是不是真是存在过 刚刚那道阴影 若不是龙 那也会是个传说中的存在 所以是不是龙 又有什么区别 他一番话说得有道理 我将烟分几口抽完 结果呛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老烟好笑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掐灭手中烟 身色凝重地嘱咐我说 创案呢 正一扫墓 怕是没那么容易见的 我现在怀疑村长说的那些话 实则惨杂了水分的 我也猜到了 不说其他的 就说我们这一路来 遇到各种危机 丰收村的人 有本事来上一两次 还可以说是运气好 或者自身实力过硬 好像他们这样一年来几次 恐怕有些假了 但凡古墓 不说粽子等怪物 就说里面设置的精巧机关 也不可能让他们这些人 如入无人之境似的 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 村长有必要说谎了 再说正浪的状态 也说明丰收村的人 确实是靠这座古墓 闷上发大财的 所以他们肯定是来过这里 矛盾重重啊 我谈了口气 老燕 我怎么觉着 我们被下了套呢 老燕也苦笑了一声 你怕是没感觉错啊 这丰收村 绝对是兜不住这座古墓了 找我们善后呢 我无奈地往船船上依靠 不得不佩服 那村长的反应能力 当时正三已经憋不住了 被大一吼就吼了回去 之后那么短时间内 他竟真假参半地 搞了一套说辞 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小哥 你在这儿呢 让我吼找啊 正老二的声音 远远传了过来 我和老燕连忙停下对话 问他怎么了 正老二摸着脑袋就说 老正叔让我跟你们说一声 怕是今天下午就能到老祖宗的墓了 这么快啊 我和老燕对视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怀疑 在我们被迷雾困住的时候 不是说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吗 正老二说 他也搞不清楚 好像是从农雾出来之后 这距离迅速就缩短了 老正叔也是刚发现的 所以让他赶紧过来通知我们一声 我心下疑惑 只觉得那团浓雾 更像是来帮我们的了 可能在进浓雾之后 没停船之前 我们实则朝一个诡异的方向 行事了一段距离 正是这段诡异的航行 让我们离郑一嫂的墓 陡然近了这么多 正老二传完话就走了 我问老燕对这事怎么看 老燕黑黑直笑 我现在怀疑 他们从未进过郑一嫂的墓 这下子有意思了 我转说一想就明白他的意思 丰收村的人 可能知道正一嫂的墓的位置 可是却没来过 否则不会连老正叔这样的高手 都会一路上接连捧兵 他们所谓的靠墓吃饭 很可能是临时编的 现在想来 丰收村看起来是座普通的村子 里面一件流行奢侈品都没有 根本就不像是有钱的样子 那他们是做什么 我浑身一激灵 抬眼看向老燕 丰收村的人 不会是想通过我们 找到正一嫂的墓吧 可若是只靠船上这几个人 根本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危险 我顿时往后方看去 茫茫大海 也只有我们这一艘船 老燕拍了拍我肩膀说 别看了 等到了地方 他们自然要露出本来面目的 老正叔说的不错 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我们的视线出现了一座小岛 远远望去一片绿色 正老二他们激动的说 这就是老祖宗的墓 我狐疑的盯着他们 他们的样子 实在不像是来过这里 可能是我的视线太过灼热了 正老二的笑容收了收 说他很久没有来过了 也不知道老祖宗的墓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我没见话 只是看着船离岛屿越来越近 心中也越来越激动了 四点半的时候 老正叔抛了毛 将船停在相对平整的沙滩上 我们这边准备今天就下船 老正叔却说 眼看天就要黑了 还是等上一晚 谁也不知道岛上有什么 天黑了上去 更容易出事情 老燕也没有坚持 只是奇怪地说 你们不是来过几次吗 上面有什么东西 给我们说说呗 老正叔的表情有些尴尬 打了个哈哈 便将话题给糊弄过去 随即就问我们 这次来究竟想要什么 我也不瞒你 我们是有国家使命的 想从这座墓里 带走一样东西 当然前提是 这东西真实存在 老燕探了探手 笑道 我们就是这群人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又要跑断土岩 聊了半天 大家都各怀鬼胎 说话真假参半 谁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索性就歇了聊天的心思 各自回房间睡觉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 我们便一次下了船 踏上这个风景秀丽 实则暗藏杀鸡的岛屿 临下船前 我来到洞里市的入口处 宁厅里面的动静 却什么也听不到 我试探地喊了几句 四姑娘也没有回应 我有些担心 这之后老燕却来喊我 说是到时候 四姑娘自然就会醒了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跟着老燕他们下了船 雅仔感慨说 这里景色不错呀 说他原以为会是一座 毫无生机的岛屿呢 其实在我看来 一般有古墓的地方 植被反而会更加茂盛 原因有些恶心人 就是尸体其实就是最好的肥料 老燕让老郑叔带路 后者一脸为难 说在海上他没问题 可下了地就没辙了 让他带路 也就跟个瞎子没啥区别 老燕单刀直入地说 老正头 我也不和你说虚的 丰收村的人 真的来过 这座古墓们 老郑叔没想到 他会再次提起 神色有些尴尬 但没等他说话 老燕说 如果来过 烦请你们带路 如果没有来过 也请实话实说 不然 我们也没义务 为他们寻墓